早前就宣布要回归的韩国偶像团体组合Dot7,近日公布了组合正规三集Present You的歌单,专辑的名称也是有感谢粉丝一路以来的支持以及向粉丝告白称其为组合最好的礼物。 从公布的歌单来看,三集之中收录了不少歌曲,令人惊喜的是CDE中集合了这几年Dot7演唱会成员限定组合一些优秀的自作曲,不仅非常的好听还都有其深刻的意义在里面,JYP这一次可以说是狠的粉丝的心了。 难怪有粉丝评论,JYP这次终于开窍了。 例如WOLO和上午1.31分还有LOVE IT这几首歌,可是非常的有人气啊,粉丝们也是期待这几首歌能被收录到专辑里很久了。 歌单一公布都有一些夺了这次主打歌的风头,这一次的专辑主打区Miracle此刻正蹲在角落默默哭泣,只想对粉丝说一句,主打歌也是要面子的。 你们要心疼主打歌这个宝宝,为这个在一众有意义歌曲里还坚持扛起主打位置的歌曲欢呼,不要太偏心啊。 GOT7组合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王嘉尔和段怡恩是中国人,BAMBAM是泰国帅哥,其余四个人都是韩国本土人。 也是因为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组合在中国和泰国也都很有人气,早前组合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美国也拿到了不错的成绩,这一次早早就开始宣传了他们的正规三集,还录制了不少的影像片段。 不过暂时还未公布,按照以往这个组合不留悬念的宣传方法,这些画面大约要放在专辑发布后期了。 GOT7这个团体组合早前发展的并不是很顺利,因为最开始出道的时候他们的关注度一直不高,后来成员各自进军其他领域发展的时候又被很多不当言论抨击,团体气氛一度紧张至冰点。 但是最让人暖心的就是七位成员的感情很好,不管哪个人单独出了歌曲其余几个都会积极地打call应援,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镜头后,成员们都一直是彼此为家人般的存在,整个组合也被网友称团魂炸裂。 对于一个团体来说,成员们之间的感情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组合的发展,感情好默契族那么带给观众的表演肯定会很流畅自然高质量, 再者感情牌可以完美地打出去,所以87出道快七年,一年比一年火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这个组合从没有传出不合的消息, 以团体形式活动时带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是一个人,积聚力量向着一个方向努力,不火都难。 组合里的中国成员王嘉尔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更熟悉一些,先后参加了《我们战斗吧》, 拜托了《冰箱》等热门综艺,其单纯呆萌的形象令他备受喜爱, 或许是网友们对他嘻嘻哈哈的样子的印象更为深刻,忽略了他歌手的角色, 让王嘉尔一度有一些难过,在之后的综艺节目中就稳重了很多, 他说他想让更多人知道他是喜欢音乐再努力地做音乐。 组合里除了王嘉尔还有一位成员也是中国的,叫做段宜恩, 日前有媒体拍到段宜恩回国参与国内综艺节目《我要上春晚》的录制, 再加上岐父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关于段宜恩未来选择的一些言论, 让很多人都在疑或是不是组合合约到其准备解散了, 公司还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消息, 大家还是把目光放在新出的专辑上和来年日本的演唱会上。 这一次的专辑歌单里你最喜欢哪首歌? 期待他们的回归模哦!